记者王善燕家事报道,嘉义市长图醒哲或民进党提名竞选连任,但其民调履居最后一名被民进党视为监控选区。 今天下午总统蔡英文到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安参拜,与嘉义市长图醒哲,行政院云家南区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许根卫,副执行长兼家事小英之友会理事长徐文志等人座谈。 期间蔡英文提及嘉义虽选情艰困,但在西元2014年赢得胜选,今年底选举,希望大家团结,全力支持图醒这赢得胜选。 蔡英文总统今下午抵达九华山地藏安,依依与庙方董监事挥手,打招呼,直奔正殿参拜,在庙里拜拜的民众图见总统栗林大喊总统好,参拜完毕。 蔡英文与小英之友会干部闭门座谈,图有民众驾车经过民权路庙口外,大喊蔡英文下台,让警方一度警戒查看,不过该民众已开车离去。